若是用一些天生带有法则之力的先兽做材料 练出的兽胎悬圆丹呢 也可能带有法则之力 服用之后也能像倒丹那样 让修士借机感悟其中的法则 不过此丹的练制极为的艰难 不下于倒丹 而且辅助材料呢 也极为难寻 故而极少现世 但想不到这马脸老者手中竟然有这么一枚 而且这枚兽胎悬圆丹呢 极为的不凡 蕴含法则之力 实在是非同小可呀 熊山嘴唇吸动 向冷眼老祖和韩利二人 大略说明了一下这兽胎悬圆丹 冷眼老祖文言灭色一变 此时轰了一声 耀眼的黑光从马脸老者身上散发出来 他原本苍白的脸色瞬间恢复 并且变成赤红之色 几乎就要滴出血来 同时 卡卡的闷响从马脸老者体内传出 他的脖梗 手臂等外露的皮肤上 碰出一根根粗大的青筋 黑光翻涌之间 他的身体赫然飞快地胀大 转眼间变大了两倍有余 体表浮现出一层厚厚的黑色鳞片 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看起来坚不可摧 食指上也浮现出细密的鳞片 长出尖锐的黑色力照 转瞬之间 马脸老者便化为了半人半龙的形态 不仅如此啊 他的额头和后背的肌肉一阵蠕动 似乎要长出什么 不过就在此刻 马脸老者身上翻滚的黑光 呼得平息下去 蠕动的肌肉也随之停止 恢复了原样 黑光随即飘散 露出马脸老者雄壮的身影 韩丽剑子眼中闪过一丝亚然 这手台悬缘丹果然玄妙无比 堪比我用几种真灵血脉变身 我的几种变身是千辛万苦在修炼得来的 可他却只是服用一枚丹药就足够了 韩丽又打量了一下马脸老者一眼 不再多看 转而继续朝着山顶而去 冷烟老祖和熊山立刻也反应过来急忙地跟上 下方的马脸老者轻呼一声啊 一股有如实质的锐风从他口中喷射而出 打在台阶上发出一声大响 他低头看了自己的身体一眼 叹了口气 哎 仓促之间浮下这寿台悬缘丹 果然无法发挥多少功效 大半的药力都浪费掉了 不过眼下这样也足够了 马脸老者眼光一闪 一步踏出轰的一声闷响 这老者直接跨上两级阶梯 大步朝着韩丽三人追了上去 速度极快 韩丽三人虽然没有回头 但始终都关注着身后的情况 此刻心中一领 急忙竭力加快速度向上攀登 只是马脸老者变身之后啊 这速度已经远胜三人 双方距离不断拉近 不过短短一小会儿啊 二者之间就已经差了百余级的台阶了 如果这趋势照什么下去 只要不了一盏茶的功夫 就会被追上 熊山面色一沉 口中喃喃有词 身上金光一阵的翻滚 所画的黄金大汉身躯 再次变大了几分 黄金大汉脑袋上的头发 在金光闪烁间飞快地消失 化为一个光头 身上也浮现出一件金色的僧袍 几个呼吸之间呢 熊山化作一个金身罗汉般的存在 金身罗汉脚下大步迈出 轰的一声 赫然也一下跨上两极阶梯 快速地往山顶而去 速度之快 不在马脸老者之下 汉利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体表星光之力 一阵的翻滚 也全力运转起大周天星元宫 他的体内 传出一阵霹雳啪啦的声音 身躯顿时变大了不少 小腹之上浮现出18点星光 筋骨颤动之间 一股磅礴的力量散发而出 附近空气泛起道道的波纹 汉利脚下一点 整个人便轻飘飘地 到了下一个台阶上 足不点地地一路飞快 飘飞而上 速度比起熊山丝毫不慢 两个人陡然加快速度 立刻就超过了冷咽老祖 把他甩到后边 冷咽老祖眼见此景 低后一声 手中掐绝也全力运转 大周天星元宫 体表星光再次一浓 小腹之上浮现出18团星光 身躯也变大了一些 只是冷咽老祖此番变化 无论声威还是气势 和汉利比起来 都要逊色很多 他脚下猛的一踏阶梯 速度也增加不少 但是和汉利熊山 马脸老者三人相比 仍然慢了一些 轰轰轰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从后边传来 却是那马脸老者 渐渐赶了上来 冷咽老祖心中大急 两手一挥啊 取出四五张各色的符路 一股脑地贴在自己的身上 树团光芒亮起 随即融入他的身体 冷咽老祖 体表星光顿时一浓 速度再次加快了一些 勉强赶上了前面的 汉利二人的脚步 几个人彼此追赶 很快距离顶峰 只有一百余个台阶的 到了这里 台阶变得更加陡峭 上面的重力进制 也陡然大增 远超之前的递增程度 几个人的速度 先后都慢了下来 汉利和熊山还好 虽然速度慢下来 仍然在稳步前行 冷咽老祖看起来 情况就不大妙了 他前面全力攀登 肉身之力大号 身上的星光暗淡了不少 此刻已经有些气喘吁吁 体表的浮光骤然忽闪 随时可能泯灭 不过那马脸老者的情况 也不怎么样 体表的黑色鳞片 此刻消退了不少 面色看起来也有些苍白 脚下略显亮巧 马脸老者面色越来越难看 忍不住怒吓一声 可恶 刚刚啊 服用这个寿胎悬圆丹 其中的血脉之力 还没有和自身彻底融合 快要维持不住变身了 老者身上黑光呼的一阵闪烁 体表的黑色鳞片 在此消退不少 不得不停了下来 冷烟老祖看到 马脸老者的情况顿时大喜 脚下一顿 也在一级阶梯上暂停下来 取出一枚蓝莹莹的丹药 强烈的星光之力 从中散发出来 他二话不说 服下此丹 运转大周天星元宫炼化药力 体表星光顿时明亮了不少 他轻呼一口气 继续迈步前进 马脸老者眼中忽然闪过一道冷芒 两手木然一抬 食指连弹 吃吃吃 十道纤细的黑丝 从的指尖飞射而出 一晃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冷烟老祖身后虚空一闪 十道黑丝凭空浮现而出 闪电般的刺向他的后背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啊 银色台阶之上嗡的一声 浮现出一层明亮的黄芒 一股庞大重力 瞬间笼罩住那些黑丝 顿时 十根黑丝 有大半偏离了方向 但仍有三根黑丝 刺向冷烟老祖的身体 冷烟老祖感应到身后的情况 脸色大变 大吼一声 朝着旁边躲闪而去 突吃一声 血光乍现 冷烟老祖虽然竭力躲闪 但是还是没能躲开 被三道黑丝 直接破开了护体光洞 洞穿了身体 黑丝刺入他的身体 立刻炸裂开来 喷喷喷 身上被炸出了三个血洞 鲜血蜂拥而出 他惨叫一声 身体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韩丽和熊山文生 纷纷转头过来看了看 马脸老者 似乎没想到 如此顺利就得了手 脸上浮现出得意的争笑 不过他刚笑了两声 一遍突生 他头顶上方的虚空中啊 不然响起一声 巨大的轰鸣 危急他做出任何反应 一道水桶粗细的 粗大紫红色闪电 凭空浮现 散发出 可怖的气息波动 轰然劈在了他的身上 耀眼的雷光 顿时淹没了 马脸老者的身体 一声凄惨的叫声从中传出 随即戛然而止 耀眼雷光之中传出一声碎裂之声 马脸老者的身体赫然四分五裂爆裂开来 其中四有一道细小身影飞出 但旋即也在这闪电中溃散开来 韩丽眼见这幅巨变 一时也反应不过来 张口结舌站在那 但是对于马脸老者的陨落 他心中自然一松 熊山冷笑一声开口说道 竟敢在这里出手 简直是不知死活 熊山随即不再理会这些 转身继续朝着上面走去 韩丽看着熊山的背影 眉梢一条 这里显然具有某种禁止斗法的禁止 但他没有立刻动身 而是看向倒地不起的冷艳老祖 冷艳老祖面色惨白 不过看到马脸老者陨落呀 神情也是一松 他颤颤巍巍取出一枚血色丹药浮下 体表浮现出一层浓郁的血光 三个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不见 勉强站立起来 韩丽目光微闪 冷艳老祖的伤势并未痊愈 只是表面恢复而已 想要继续攀登阶梯呢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鬼气松的其他人 此刻已经远远落在后边了 想要爬上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应该足够冷艳老祖恢复的 韩丽转身正要继续前进 就在此刻 一声轻响从下边传来 他身体一将 朝着声音传来地方看去 面色位置一变